是很差的 然后我们在传递的时候用SML Data 就叫SMRPC 就是呼叫远方 但是我中间传的Message格式是用SML 就是SMRPC 那 那这个 但它还有一些 如果你看RPC的话 还有一些registration 还有一些资料格式的这些部分 这个我们这里不谈 因为我们这里是 主要是在谈Secondite里面的这个动作 那 那如果用SMRPC S script就是SMRPC的server 那语法上面有Open Remote Data Channel 来产生一个这个RPC的channel 然后Remote Data Delay 然后这个里面几个参数 可以把Send的data 把它摆进去 Remote Data Event Remote Data Channel 然后这个 那你送进去的那个server的URI在哪里呢 它整个 你用SMRPC送进去 那里面的那个 那个server在哪里 就是这一个 就是 smmrpc.secondite.com 然后slash cgi 这就是我内部的后面的那个server的URI 然后你的程式就是跟它连在一起 然后再呼叫你的程式 呼叫你的server程式 那 在lslwiki里面这个谈得很详细的 那用SMRPC现在有一些限制 现在用的人不是很多 那限制 因为为什么就有现在以下的这些限制 一次只能回一个apply 因为它只有一个entry point 所以一次回一个ply 然后就queue for sending 所以效能会不太好 然后呢 然后呢 它的channel呢 survives within one thing 如果你要 你要这个 cross另外一个sing 到另外一个sing里面去的话 那你的这个沟通就不work了 那 然后delay delay是data channel是1秒 然后这个data delay是3秒 那delay也蛮大的 所以要做即时的东西 这个不如用hgp做 这个 但是问题是它有提供这个方向 所以 所以 当 如果是当这个secondline 里面提供了hgp server以后呢 这个 那 那这srpd 大概就是不太会有人用 那 UIL的 我们就来看程式 UIL loader 第一个 就是这个 直接load的一个 直接load的一个 网页 这个是 这loadCNN的 这loadCN 这个 那 那是谁 谁在load的 DETECT DETECT UserKey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觉得上面的control不满意的话呢 它load的网页在secondline也不满意的话呢 就是 重新再开一个 它 它这上面有一个小的 小的标号 是在 launch的 那个是在 我看右上角 左上角 bottom left 左下角 在这个load以后的浏览器的左下角 那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control 就 重新再开一个 就OK了 好 那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到底 用HGP的request的这个方式 就是用 从web server来做 就是 到底有多少人 是在 在这个 inwork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东西把它 传出去 就这个 就是inwork 就是在车站里面的 那这个 这个 程式里面主要就是 我刚才讲的 touch end 的时候是HGP request 就是这个 然后里面的 用什么 就是 l find list l find list 看 inwork里面有 有多少人 对 然后把这个 人的 里面的人的 name 跟value 把它给 送出去 那就 这边用 用find list 然后 然后把这个list to string 把它给印出去 这个 这个 里面的number多少 那 把 看 每一个就是一行 这个 每一个一行 所以把它整 那 那 那 这个就是HGP的response的动作 那HGP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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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request 不然是get to post 所以先用get get 这个information 然后 那 那 response method 就做这个 做这个 list的动作 那 这个程式是 那 server段程式是 homepage.php 那 那下面这个是找到这个 Avatar的 名字 那 那刚才前面的HGP的response 它里面的参数有好几个了 那 有这个 我想不一一的谈了 那大家有 想要深入的就去看 那个 slwiki就可以 那 这个应用是 找到这个 Avatar 我知道 name了 我要找它的key 那怎么做呢 那 等一下透过这个 HGP的request 那 那一开始我们主要就是做 lookup name 那这个lookup的name 是在 等下default state 我们会来呼叫这个function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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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to key的话就是 我里面的name 对到外面的这个 这个key 的这个储存 那 那我request 这个name to key 然后 username 只当参数 所以request 传出去 那 好的 default state default state 一开始把 那这个是某一个物件 把这个物件rest以后呢 那 reset script 那 那state entry的时候 就 那我找到的这个人 他现在在 在拿一个channel 把他给 因为你是给他个name 把他给这个 列出来 这是在 那listen的时候 就是呼叫那个lookup name 就 你给了以后 listen 有没有找到 找到的name 那response里面呢 response里面就是 我到那个name 到外面server存到 找到那个name 找到以后呢 有没有找到的 如果是 不等于200的话 就是error 不然的话呢 只找到了 找到那个name的key 是多少 那这个就可以做了 那key key是不是ok的 key ok的就是 这个 key不ok的 如果key的话呢 cannot find the key for这个 jappending name 所以这是由 由这个name去找 在外面server找 那个key 的这个动作 所以前面的lookup name 是在这边 这边呼叫 在listen的时候 就呼叫 好那下面一个比较 有意义的一个例子 就是 平中性 就是这个 messaging the bottle 那这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 是 跟刚刚一样 就是 client client端是在second line server端是在外面的 这个server 就是 quarter.php server是在这 server我们就列在这边 那我们现在只是看client的程式 那server的程式 我们也没有 没有去这个 那我们在client 怎么样做这个 request time 就我看second line 里面的程式 那 那 这时候post 那 那 那current side的程式做什么呢 我就是 去ask 一个message 那server side 等一下 我们看php 看 server side程式 我们等一下看 这个 程式我就是 要 要这个 在second line里面 刚刚就在second line里面 对 我要去ask 一个message 对 那 用post的方法 然后去 这个都跟 就前面 listen listen某一个owner 那在listen的里面 好 那 那 所以这程式架构都跟前面一样 就有listen 然后我这边 hp 的 get get parameter 然后 reset script 那 那 对 那